我们这个喷林降温的整个的系统全部做完了 大家看一下,这是个池子,出水池 这个是少不了的,这个出水池 这个出水池的标准最低的话也得够一天的用水量 然后下部是一个水泵 这个水泵我们是用的一个自吸泵 这个水泵的要求就是要计算出来你这个棚里面用水量 每次用水量的大小出水量多少 然后这里面会显示一些央程 包括它的一个出水量 这个需要你通过你的喷雾头有多少去计算的 在这边我们装了一个压力表 这个压力表一般要求喷雾这块不能低于三个压 然后我这个棚里面总共走了两道喷林系统 然后这边是一个现在临时做了一个实控开关 设置的是40分钟喷一次雾 从10点开始到4点结束 每次喷雾是5分钟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这种喷雾的方式去降温呢 它一种作用是降温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增湿 尤其做无土栽培这些话 因为大棚的湿度呢 要比土壤栽培的湿度会低一些 冬季是好事 但是到了春季夏季秋季 它又是一个湿度太低了 湿度低了以后实际上不利于它这个作物的生长了 所以说呢我们喷零降温的话 一个是降低温度 第二个呢就是增加棚湿里面的湿度 让这个湿度更适合作物的生长